两个男陪玩在线争宠 那你叫他宝宝叫他老婆 你就不了现在是吗 你不是他男朋友 你也是陪玩 对不对 我也是陪玩 他也同意让我叫 那我为什么不能叫 对不对老婆 不是哥们 你是不是SB啊 你不要骂别人去吗 就是因为青木川亲切地称呼小姐姐 为宝宝和老婆 小姐姐的男陪玩吃醋 并全程对青木川进行人身攻击 不仅如此 在他们结束游戏后 还单独对青木川进行言语威胁 两万块钱的固定陪 让小姐姐失望至极 青木川为了让固定陪证明自己 便答应了他主动踢出来的对套 而且还主动给了他一个赚钱的机会 要不我再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怎么样 我怎么赚钱的机会了 你不要瞎说好不好 我再给 我说我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 要不要 你跟我打对套100个头 什么 赢了我100个头 要不要 我给你赚钱的机会 那你赢了呢 我赢了 我赢了什么都不要 直播间一万多人 直呼青木川是绿茶 他这样做 既能够在小姐姐面前 表现出他的大气 又能让小姐姐看清楚 一个为了钱就可以随便把自己的老板 当成对套筹码的赔完 打完这场对套 你们觉得小姐姐会如何做呢 让我们现在一起进入队局中 青木川这个曾经的对套天花板 能够赢下属于他们男人之间的这场对套吗 青木川开局就成功拿下两分 对面也许现在还没有进入状态 青木川继续乘胜追击 接着对面就要开始发力了 青木川一波探头被对方打掉半血 接着被高打低条枪带走 对面这个19岁的男赔完 还是有点实力的 青木川刚刚在游戏里就已经发现了 双方一波妖射 对面再次扳回一分 几局下来 青木川瞬间就被抗抄 这场对套虽说无法决定小姐姐跟谁玩 但是却能够决定他要损失几百 红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 刚刚对套是对面这个小姐姐的固定配玩提出来的 他内心强烈的占有欲让他不得不用尽全力赢下这局对套 即使是冒着以后没有跃入两万的风险 他对青木川也绝对不能手软 但青木川自然也不甘示弱 两个人比分咬得非常紧 只要一方稍不留神就会被另一方赶超上来 青木川也随时都注意着比分 可见他这次是碰到了对手 双方来回拉扯 对方也一直都咬得非常紧 他不为青木川的一个人活一百块 他完全就是为了抱青木川刚刚在老板面前 狠心拆穿自己阴谋的仇 这局对套多少还是带点情绪 连续几回合下来 青木川持续发力将比分反超 对面现在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双方妖射都非常强 但好像青木川更是能仇 比赛时间只剩余最后一分钟 青木川现在大比分领先对方 无论他最后如何发力 在小艾看来 想要改变最后的战局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好意思啦 虽说男赔完输了 但是不得不说 他是青木川遇到过对手中实力赚比较强劲的选手 小姐姐直夸青木川厉害 而男赔完却找借口说熟冷没有发挥好 小姐姐要求他给青木川道歉 但青木川却表示不用了 当男赔完得知他们已经互相加了微信之后 他的态度立马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你是不是开挂了后面 你朋友圈啊 你朋友圈有照片啊 有范你后面是不是开挂了 你怎么轻轻打我头 没有啊 怎么可能会开挂呢 那你 那那我前面 我前面打你了打你那么狠 为什么你到后面就打我好痛啊 就直接拉我那么多头 我给你放水啊 你后面是不是开了 我给你放水 听不懂吗 你不要跟他玩 他开挂会封号的 就算我开挂的话 那哎 我给你发两张照片吧 好吧 我不跟他打游戏 我跟他线下玩 行吗 青木川对付这种男生是真的有一套 如果他怀疑自己开科技 那么他完全可以和小姐姐线下玩 当青木川得知小姐姐是陕西人的时候 他也随即说自己在小姐姐的附近 并且邀请小姐姐到线下一起玩 而小姐姐被他发过去的两张照片 也是直接看心动啊 男赔完极力劝说小姐姐不要和他出去 并且说他的照片很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小姐姐就愿意相信青木川 那别人既然 那别人既然感谢一下 他肯定不是网图呀 他就不会让他朋友去吗 那 那我俩离得很近 我见一下不就知道 对呀 我跟他见一面不就知道了吗 为什么你 哎呀 刚才我们打过信 你说他就算了 你对他 我没打过他 你又让我说他看 那我跟他见一面不就好了吗 都在同城 男赔完看到自己的老板 几乎要被青木川撬走了 于是他也提出坐车过去找小姐姐 但却遭到了小姐姐的拒绝 男赔完表示非常委屈 自己陪伴了他几个月 每天陪他一起聊天打游戏 现在竟然还不如一个 只打了几把游戏的赔完 而接下来小姐姐的一句话 更加的让男赔完伤心了 那我就不能见你吗 不玩了不玩了 下了吧 下了吧 他让你下线 他让你下线 你听不懂吗 我说好好 听着男赔完的声音已经哭出来了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他并不是为了小姐姐而哭泣的 他是为了他的两万块钱而哭的 小姐姐还是分得清好坏 他对男赔完的做法也是彻底失望了 青木川成功上尾 分手大师名不虚传